好,因应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办理同心协力转动爱自行车环岛的活动 六组家庭在教练还有工作人员协助下 21号是抵达了花莲站 并且跟花莲县自闭症协会赋设复兴工方的孩子们来相见欢 为响应12月3日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今年举办同心协力转动爱 自行车环岛活动 近1000公里的旅途 六组自闭症家庭及教练和工作人员 从台北出发行进中南部 21日来到花莲站 和社团法人花莲县自闭症协会赋设复兴工坊孩子们相见欢 替环岛骑士们接风 并设置关爱加油站补给休息 这一段这样有没有什么让你自己觉得 哇真的很值得很棒的地方 南部吧 西南部吧 怎么说 因为我一直都住在宜兰 宜兰就是每天夏日 所以西南部对我来说就是蛮特别的地方 因为那边几乎不会想 你们经过的时候天气很好对不对 每天天气都很好 每天都大太野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吗 对啊我第一次 第一次参加 OK那以后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很难想的吧 还想要 还愿意 还愿意再参加喔 蛮想的吧 可以到那个台湾各地走来走去 每一个孩子他的坚持不同 然后有些孩子容易放弃 但是有经过这一段一千公里左右的这些行程 他们其实就是会愿意跟得上大家 然后跟大家一起 然后有一些团体的活动 团体的回忆这样子 然后帮他们做一些记录 让大家知道说 他们其实经过我们的陪伴 经过我们的协助指导 他们还是可以完成跟一般人一样的任务 一些运动设施的使用 跟教练的指导语 跟别人对他的态度 这个是我们社会应该要改善的 我们也希望有能够要求那个运动指导员 能够就是给我们孩子不一样的指导 让他们不会在运动的时候受伤 或者是让他们有机会平等参与 他起上他们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那只要我们有把他们引导到对的方向 用对的方法的话 那自闭症的小孩呢 不管在社会或在社区 还是都可以快地成长 所以在这边也是要呼吁 我们所有的社会大众 那实际上这边小孩 并没有什么危险线 只是大家对他们的了解 没有那么了解 那未来如果能够更了解 我想大家可以共荣共好的 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自闭症患者在认知情绪行为或社交上的困难 被认为是从新兴来的孩子 而被成为新兴儿 外观上与旁人无异 却容易被忽略心智的需求 六组自闭症家庭 行车途中还经过魔王关卡的南回公路售卡段 却都展现坚强毅力克服 期盼以实际行动 呼吁社会大众给新兴儿多一些友善 并更关注心智障碍者的运动平权 记得长方彦华领事报导